国内将近有19万名的大陆籍人士 现在不会再是次等居民了 即日起如果是生活困难 或者是说你的资金周转有需求 可以向台湾境内的银行 来办理现金卡 信用卡 预介现金 或者是小额的信贷 那么金管会在昨天宣布了 持有我国拘留证的大陆籍人士 即日起就可以比照国人的待遇 向台湾境内的银行 来办理新台币跟外币的融资了